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七 星期三是十月份的旗子转倉的高峰期 故事终于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低开243点到25795点 往后在固压一步一步的增加之下 故事跌的幅度也比较明显 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吧 指数最低是见过25555点 现在对昨天收市来说是大幅度回调483点 当然指数也轻轻的跌却了十天的平均移动线 十天线现在大概在25757点 曾经说过整个股市在反弹之中 最后最好还是稳守在十二十跟五十天线以上 要是说指数在估压出现之下跌圈十天线 等于说整个反弹暂时来说已经受到亏限了 那我们就算一下 从这个月五号的低位23681点开始的反弹 到昨天26号的高位26234点 期间来说恒征指数内积的升幅有2553点 好了 从昨天的高位24243点到今天暂时的低位2555点 在两天之内股市一共回调679点 相对这个月内积的升幅有2553点算起来 等于说整个股市从高台回调大概是26% 可是这个26%是在两个假位天机内出现 可以跟大家说就是整个反弹暂时来说已经是稍微停步了 现在我们要留意就是五十天线的支持 五十天线现在大概在25347点 要是说指数在高台的反复还没有跌圈 五十天线的话等于说整个反弹暂时来说走势方面还没有受到破坏的 那等于说经过了高台的消化整股之后 股市还是有机会在11月份再进一步往上寻找反弹的高位 可是要是说五十天线出手的话大家就要小心了 毕竟这个只是一个反弹的股市并不是一个新的升浪的开始 这个一早已经说了 问题就是股市从23681点的反弹到底可以回升多少而已 现在看起来初步的阻力应该是在26234点 那信下的就要看看10月份股市怎么样走 最近股市不断的往上寻找反弹的高位 可是成交方面是不配合的 像昨天只是创了这个月的新高 可是成交方面只有1100多亿 那等于说股市的动力根本就跟不上 没有动力支持的股市 其实来说就算是往上冲高也好 最终还是会受到亏限的 明天就是这个月其实结束了 股市的变化我觉得不会太大了 反正现在指数已经跌成10点线 那等于说整个从低位反弹的走势 现在已经受到亏限 所以大家不要看着这两天有一些股份 从高价回来好像是已经回了很多 但暂时不要抱着这个投机的心态 我们应该少等一下 最好还是等到这个月的旗子结算过后 看看秦峰到底什么样 然后再做一个布局那就比较好了 暂时稍微等一下 我想这个是最自保的方法 好了 下午分析走说到这里